下面往上面 都不会有那个死角就对了 老人家交过的事 炮哥记得很清楚 今天的田野调查队 也把两个高市清零会的年轻人找来 要学学老人家的尝试 以后也好交给下一代 我做了一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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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他最好 所以他做了一切 我做了一切 好 所以在这里 sent来了 当了这些木材 涣 来 把这根招打 我们就在家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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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如果打雷的时候 那种叶子 对叶子可以拿去壁垒 老人家跟年轻人说 这棵罗氏岩孵木的叶子 可以躲避雷集 都可以吃 而且还可以做火药哦 只要把它制成木炭粉 加水煮热 再放进硝酸跟硫磺 一直煮到粘稠状 就可以当作猎枪的火药粉材料 是非常神奇的一种树木 也是原住民的好朋友 做火药吗 做火药 做火药吗 做火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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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销盐 这个是销盐 销盐 这是销盐 销盐 那就只要是被毒蛇咬伤 就可以就消云了 原住民在山区活动 需要很多的生活知识 如何追捕猎物 预防动物攻击 如何受伤后 又可以自救或救人 种种的知识 都在老人家的脑海里 如今田野调查队 就是要把这些老人家的智慧 变成课程跟游诚 课程用来教育部落的下一代 而游诚则用来发展部落的旅游产业